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很高兴又来到我们的这个阿宏 这个所谓的股市之宝 因为最近的路了很多的网路 我们的这个阿宏吉博也是每天都在网路跟大家见面 那希望大家这个不管是看股市之宝 还是看这个阿宏的吉博都欢迎大家 那当然这个行情呢我已经跟大家谈到过了 就是筹码嘛筹码你其实要我一直讲我还是一样筹码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这一波里面他会很怀疑说为什么生计会长那么多 那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嘛 接下来的生计就像怎么样前两年的航运一样 前两年的航运好像在划船 算很快的 我已经跟你讲过 现在的生计就像前两年的航运 但他是坐火箭 他是坐火箭 所以我已经跟你提到过很多次了 不管你相不相信 那接下来来讲的话 我已经认为说 包括生计 当然电子他也会怎么样也会分到一杯羹 可是电子怎么样你要选对东西 电子也是一样在筹码站 所以我的测标上面从这两天我一直跟你讲 生计会最强 电子会发光发热 所以你一定要去特别注意到怎么样 电子股里面有一些怎么样 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光学 我一直跟你提到过一些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看最近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只股票 你慢慢看就好了 我今天跟你提到 你看像这个郁金光 你看他这一只一只一只这样 他马上就很快就突破这边 你看看这个前次高点在这里 他这一突破了以后 你就要注意 他这一突破以后 你看看像这个也是怎么样 像这个也是 这个是电子里面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这种东西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当然电子里面也是有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标的 当然在于生计里面 我已经跟你提到过了 我最近不管是在我的网路的阿红吉博 也好 在股市之宝也好 我一直跟你提到说 你要特别注意生计类股 当然很多人来不及 我已经跟你讲过生计类股 你做火箭阿 做火箭阿 所以说你看看像这个 这个这个 我有时候说真的 从最早的明基一美食 对明基一美食 对不对 我像我最近一直跟你谈到说 你看看像这个 像那个永熙 对永熙永远的太阳 你看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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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下子都 这个都不会输给电子啊 你看看我这两天就跟你讲 中天合一掌玩的终欲号顶 你看今天又第二只了 你看贾滴滴 对不对 今天又第二只了贾滴滴 唐莲 唐莲 有没有 你就不觉得 我说这个是百言的继承者啊 很多人不觉得 百言要什么继承者 唐莲 你看看唐莲 唐莲 有没有 你看看今天也上来了 你看这百言 这就不要讲了 今天又创新高了 十二只涨停了 十二只涨停了 你看看这更不要讲了 中天合一 你说这不是坐火箭 难道这是坐地铁吗 对不对 你刚才说这不是坐火箭吗 你刚才这不是坐火箭 这做什么 所以变成说很多人他不愿意去面对 你没有赚到的人 最近都没贪到 还在买航运 你还在买航运 所以有些东西你说 你说我今天一直跟大家讲 一直跟大家讲 对不对 你说我讲的都已经口干舌燥了 你说哪有电子像这样的 对不对 当然我一直跟大家谈到说 接下来你必须要特别 他现在升级类股到那么热 他当然他会修正一下 因为太热了 短时间我认为资金 可能这几天 慢慢的也会 有一天会挪到电子去 但是有一些升级类股 还会更强 像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这支股票你要很注意 这支股票 我一直跟你讲过 我这支股票 亦安 6499 你要很注意 这个你小心 等别人的升级类股休息的时候 这个亦安 这亦安 放在心里面就好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现在你看不到他的好 以后你就看得到他的好 这个6499 这亦安 以后你就看得到他的好 那当然在电子股里面 我个人认为怎么样 接下来电子股也会有行情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认为美股应该会要准 应该要开始会反弹 美股啊 我认为应该反弹 美股如果反弹的话 当然电子 电子一定是受益的 这是一定的 所以说美股接下来也是会反弹 所以电子会接下来受益 那当然在电子股里面 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一样是筹码问题 一样是筹码问题 有些电子股 等他真的反弹了以后 你现在看到有些电子股 爆太大的量 再有一些比较强的电子股 他可能反而会有 怎么样会有获利的卖压 可是相对的有一些电子股 他还没有涨的 他可能接下来怎么样会更强 他接下来他会变得很强 所以因为我一直跟你谈到说 你今天为什么大部分的人 会忽略到生技类股 一样的情况他也会发生在电子类股 就是说你忽略到生技类股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觉得他会涨 而且他之前是人家最没有的 最不爱买 你看看这个一下子 包括中天合一 包括百元 包括从最早的明期一美食 到最近的你看看 终于耗顶到最近的唐莲 我在阿红吉保 我在股市之宝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过 这些股票会飙会飙会飙 所以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说你必须要很去注意到怎么样 去注意到还没有涨的生技类股 还没有大涨的生技类股 还没有大涨 一样他会资金会做转移 一样的资金会做转移 要注意 所以我陈老师我常跟你讲 你看我每次讲 你看从最早的明期一美食 然后接下来我就跟你讲 他资金会挪到中天合一 然后中天合一涨了 我还跟你讲 他资金会轮到终于耗顶 那终于耗顶涨了 我又跟你讲 他资金又轮到唐莲 每一次讲我都对 那接下来呢 我叫你注意你就注意 我叫你注意你就注意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讲了 这个资金他会一支的挪移 你知道吗 资金他是会一支的挪移的 那为什么他现在资金会一支的挪移 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的量就只能这样子嘛 我这样讲你也没点懂 因为他的量就只能这样子啦 我陈老师我常跟他谈这观念 很多人没有 对不对 你今天说句很实在的话 有的人他觉得说 陈老师你讲的我都懂 但是我就做不到 我就已经跟你讲 他资金就挪移了 所以陈老师我在电视上是讲得很清楚 只是说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看最早刚开始这波生鸡肋股 最早涨明基因美食 对那我就跟你讲 他资金会挪到什么 百言 百言涨完了 我说怎么样 你开始要注意中天合一了 你看中天合一又上来了 那中天合一又涨了一大段 我跟你讲你回过头 还要注意中育号顶 你看中育号顶最近又变强了 那中育号顶我就跟你讲 你要注意吃甜甜啊 你要注意吃甜甜啊 你也没买啊 你也没买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接下来要注意什么 接下来要注意这个股票 益安 你看我讲的准不准 因为你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你一直在那边追当天最强的 但是我跟你讲 他资金一样会转移 那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像今天来讲的话 你看电子股里面 你看看最近包括这个郁金光 包括大力光 包括阳明光 包括联谊光 可是我认为未来电子股里面的资金 绝对会也会转移 他一定会转移的 而且越到后面的股票会越强 越买不到 你现在当然我已经给你 我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就也提到过 你要买台积联电 你要买联发科 你要买航运三雄 对 你要买那个量大的股票 你随时都可以买 但是有些股票你是买不到的 有些股票跟你讲 你是买不到了 你懂吗 你已经买不到了 那这样子他才会怎么样 才会强嘛 你买不到的东西 他才会强嘛 你已经买不到的东西 他才会强啊 你看看像这个 说句实在话 对不对 你能买得到了就没什么嘛 你买不到的东西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是不是 买不到啦 量也出不来啊 这种你看看量也出不来啊 量也出不来一直涨停啊 量也出不来啊 量也出不来啊 那接下来有没有这种 你会买不到的 当然有啊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我已经跟你讲 有些电子股没有错 创新高 报大量 整理了大半个月 创新高 我跟你讲 那叫主力出不掉 他硬拉 他硬拉 他就硬出 这个就跟之前的航运类股一样的 有些股票 你不要看他创新高 创新高 可能会变成之前的航运类股 你看他一直拉 一直拉 他就是主力在航运里面套太多 你看现在 主力已经弃手航运了嘛 那一样的 你现在看到很多电子股 没有错 一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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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了大半个月 好不容易创新高的 好不容易爆大量的 好不容易一直拉上去 那主力出不掉嘛 他主力出不掉了 以后他这些电子类股 就像网通一样嘛 这些电子类股 他主力出不掉啊 他主力出不掉就硬拉 但是他量滚量啊 量滚量 他接下来怎么样 他等到怎么样 等到你进去 他就倒出来了嘛 所以有一天像 你现在看到很多大量的 很多强的电子股 很多好的电子股 车用的 这些股票 有没有可能是未来怎么样 的航运股 因为他主力出不掉嘛 他头都小了 都被你几万张 他出不掉 他只能硬着头皮 但是他手上一堆几万张耶 投信几万张耶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生气类股 量没有还狂飙 那这样子才可怕啊 你看今天连合一 连中天连合一 都被分盘20分钟了 还能涨停 都你都连买都买不到 他还能涨停 这个才会强嘛 你今天你看到很多电子股 没有错啊 很强啊 量滚量几万张啊 那有屁用啊 那就主力出不掉嘛 就跟之前航运一样嘛 主力他投信 买了一头拉股 那投信里面都是迪化街的主力 都是台南的 买了一全部到最后 全部倒给你 我跟你讲他还倒不掉了 我跟你讲 现在航运那股 还有很多主力套在里面 都是怎么样 几亿的套在里面了 那现在他们那些人怎么样 全部都是弄到那网通 全部都弄到那个汽车概念股 那些主力出不掉 他当然你看 你看那些是往上涨 但是他往上涨 跟电子的往上涨 那可是跟生气的往上涨 那个是 那个是怎么样 那个是完全是total different 你知道吗 这个生计他涨到这边了 他都还没有量 你看看 可见了怎么样 迪化街的主力没有 投信没有嘛 那现在投信主力在买什么 之前全部套在航运 他们现在全部都凑到那个 电子那个汽车概念股 跟网通 他硬往上拉 我跟你讲 他小天全部倒出来 他倒他倒不完的 因为他手上几万张了 那你工商时报经济日报 都每天写他好啊 因为工商时报经济日报记者 也在里面套到了 也套在里面啊 工商时报经济日报记者 也套在里面啊 今天又开始写 这个车用 又电池好 我就讲说工商时报经济日报记者 也套在里面啊 所以当然写他好啊 你买进去他就到了 你弄为工商时报经济日报记者 在干什么啊 背后的老板就是蔡衍明 中天的老板 所以我正好是我常跟你讲 有些你不能一直在看报纸 我七台八台 我今天说实在的啦 他在说什么 都在里面啊 大家要在里面啊 航运还有人在里面的呢 对不对 之前有个演艺宅 演艺宅 台湾的演艺宅 你去叫他搁你钱啊 每天在说演艺宅 阿宅啊 我有一天去买肉贱 你说喔 有这个阿宅肉贱喔 演艺宅啊 对不对 那不然一个杰文西斯 蔡文西斯 我七台阿冠的 每天说航运好 现在都没了 我开始说电池好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很多东西你要知道 因为那个上面量太大了 你知道航运有多少人套在里面啊 你看他这个 你看涨的 他这会不会下一次的中天合一啊 没有 都没有人买得到了 涨到这样子还是没有量呢 涨到这样还没有量呢 涨到这样还没有量呢 那你说 你说是不是吃丁丁 你说是不是嘛 我叫你吃丁丁 你就没吃 你一定要吃苦 我叫你 诶 那今天说陈老师啊 那你觉得接下来呢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嘛 我跟你讲就放在心里面 你看这个智琴也是啊 这会比智原差吗 你只会买智原 你就不会买智琴啊 晴天刚啊 有些时候才叫晴天刚啊 最高最高了 对 智原 智原你小心回来 回到原来的地方 智琴你小心回到 到了晴天刚 晴天刚 杨明山有个晴天刚啊 很高啊 哎呀我讲话没人信啊 你看这个你要很注意哦 你看这一直长 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永远的太阳 永溪 永远的太阳 永远的太阳 我讲的生气泪鼓 你有把我碰到吗 没有啊 你今天 大家所有的头部老师 手中今天你都生气泪鼓 那是在嘲笑的吗 对不对 还有那个老师什么叫什么 老王爱说笑 真的是爱说笑 讲讲讲技术面就能赚钱 我看 我看真是爱说笑了 我常常跟你讲股票没那么简单 你讲讲技术面 对不对 转折 十字线 十字线就知道要怎么做了 红K棒 上升趋势 上升趋势线 五日上升趋势线 十日上升趋势线 跌破了 放量 就卖了嘛 放空了嘛 对不对 下降趋势线 五日下降趋势线 十日下降趋势线 对不对 下降趋势线 突破了 放量 做多嘛 我的软体多强啊 你就看着我的软体 就做就对了嘛 你看看 你们还乱买 对不对 我的软体已经告诉你要卖了 要放空了 你还在那边做多 你看你们全部套屎 我的软体早就叫你做多了 你就没有用到我的软体 你看我这一套软体 你看就是一定要看软体 对 600秒 600秒 你看看那个书店里面 60分钟 600秒 教你技术分析 教你钓鱼 你这一套为了 我跟你讲 你股市无敌了 对 有一大堆那些网路的 我怎么样反败为胜 我怎么样能够在 最短的时间里面 能够反败为胜 看的人几十万 有问题呀 你是有毛病的 没有说 我陈老师不是说我爱骂的 那真的是有毛病 60分钟 教你技术分析 能让你赚钱 卖一套软体 能让你赚钱 老师不用出来的 作者不用出来的 书店里面理财的书一大堆 我跟你讲 那些作者早就变Bear Gates 你去看那个书干什么 对不对 还老王爱说笑 我说真的 那是真爱说笑 我陈老师我常常跟你讲 你必须要去了解到股票市场里面 如果说一套技术分析 一套基本面就能赚到钱的话 57台 58台 每天都在说基本面 航运股 买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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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铜达电 一千三买呀买呀国具 我陈老师我常常跟你讲 57台 50八台 永远讲基本面 永远讲技术面 讲到最后呢 真的是要吃科学面 你看看我陈老师说句实在话 我叫你假弟弟 对不对 你看看这些 你看看 你今天你跟我讲 这连买都买不到了 两千张啊 这怎么买呀 你买的都是二十万张 我买的都三千张 涨了十二支了 还三千张 三千张 两千张 买不到了 三千张买不到了 你买的都是三万张 三十万张 那为什么会 那个量会那么大 会有三万张 三十万张 当然啊 七十八八台 看的人多 工商时报 军事报 记者下的东西 那种东西才会有三万张 三十万张的量啊 看的人太多了嘛 我们这些哪有人在看 所以我们这些就没用啊 没用不才会 不是涨不停吗 追啊 你连追都追不到了 这怎么追 怎么买啊 这怎么买 这生计 这怎么买 陈老师今天送给大家一支股票 放在心里面 明天开始给我注意 电子股要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正要开始 电子股里面的中天合一 电子股里面的中玉号顶 会是谁 明天开始给我开始注意电子股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有些东西你看到了 我是说句实在话 大转机大订单 未来光学 谁第一会标 绝对是你现在看到的 绝对不是 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今天生计会大涨 你就是之前连想都想不到 因为他筹码太干净 我跟你讲 等你买不到的时候 等你都买不到的时候 他才真的 那种股票才真的会大涨 你每天几万张的股票 你都买得到吧 你买不到的 有一天你连买都买不到的 我跟你讲 连你买都买不到的 我跟你讲 那个财会大涨 那为什么今天生计会大涨成这样子 因为买不到 因为没有量 那你每天买得到的几万张的 对啊 会涨啊 是会涨啊 你赶快交第一抹油 要跑赶快跑 你看他之前那个 万海 到了三百多块 一天成交量二十万张 长龙扬名 到了两百多块 一天成交量二十万张 买得到 太好买了 还飙了 你看看现在 那我就跟你讲嘛 你就看看嘛 未来最强的 中天合一 在电子股里面 我跟你讲 你要慢慢转换到电子 因为怎么样 因为美股 我认为应该会容易止跌了 美股止跌 当然他也会反弹 所以未来要多注意一下 我跟你讲 你就注意啦 我陈老师 我陈老师有时候常常跟你讲的东西 你要放在心里面 好不好 今天这份资料 陈老师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可以大探机 我陈老师常常讲过 等你真正发现好东西的时候 二十几块的东西 现在电子股里面要二十几块 又能够狂飙 以后怕你买不到的 会有大转机的 我认为已经很少了 我每次讲你都不相信 我跟你讲 这可能未来的 电子股里面中天合一 大转机 大订单 杨明光算什么 算个屁 烟衣光 我叫你注意 你就注意一下 好不好 今天这份资料 未来的新巨人 把它带回去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 85113366 02 85113366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 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 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 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咯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 负完全责任 做认策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力义务 满向成年的第一步 各位投资朋友 一次机会啊 没购到没购到没购到 中天合一 中一号顶 唐莲 杨明光 接下来 各位投资朋友 新巨人 新天王 好好把握 谢谢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启 Samu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